另外我想分享一下的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老人跟我们下一代年轻的怎么样一个相处 我觉得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 正如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就是 这些老年人跟他的儿女们那种的内心的纠结 是相当的难过 相当的真是很难去解决 那我觉得使用一个爱心来彼此对待 我觉得是解决问题一个要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用一个及时的关爱 我觉得可以化解很多很多的冤愁 很多心中的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关系的张力 家人的那种破裂 使得真的是重视有最好的医疗系统 很多的很好的应急 也没有用 因为缺乏了就是那种最重要的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彼此的爱 爱的表达 不单只是说心里说我爱 但是懂得去表达 即时的爱 不要吝啬 不要好像觉得我输了你赢了 没有这样的 也不会集中在讲对方是对的我是错的 重点就是说我们跟老人家也好 我们彼此对待的也好 不要经常讲对与错的一些问题 学习了彼此的饶恕 彼此的forgiving 只有在forgiving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把心掏出来 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 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饶恕 你才可以重新收拾 拾回那失去的尊严 否则的话一天到晚就被控告 一天到晚就被折磨 被论断 不是你自己论断 自己就论断别人 那个是那种心态的不平衡 使得一个人的所谓的灵性的骨干 所以刚才这句话 这是忧伤的灵食 骨头骨干的意思就会这样子 举个例子吧 就提摩泰前书在心愿里面 五章一到二节 这里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泰说 你不可以严折老年人 就是你不要用严厉的态度 来对待我们的老年人 你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老年的妇女如同母亲 你看吗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 年轻的不可 那种 气傲啊 那种的傲气太高啊 就觉得自己很 很能干了 看到父母亲年老了 好像他们什么都不懂 语言也不懂 也没有开车的能力 也不懂怎么样去找 资源 好像什么都不懂 只是一个 像一个小孩一样 不要这样子来去责备你的父母 应该的就是 以前怎么样对待我们 毕竟他还是我们肉身的父母亲 我们对他应该有一种尊重 敬重的那种的心态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解 也就是说你不要严格的来责备老人家 你要劝勉他 你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去跟他沟通 也是劝老年的妇女 对待他如同母亲一样 所以男女都是平等的 没有圣经里面 没有好像重男轻女那种感觉 那然后到了提多书里面 又讲到劝老年人怎么样去 对待年轻人 说你要劝老年的人要有节制 就温和的态度 端庄 就是值得人家尊重的 自守 自控制 信心 对上帝的信号 爱心 对人的爱心 关怀 忍耐 都要纯纯无痴 没有瑕疵 所以这些在圣经里面 很多很多经文 很宝贵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学习的话 在害 好像在挖出那种宝藏一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接着